上一节课呢我们说到了这个瓦片插件 shapefair 始量瓦片 那么说到了这个格式的读取 但是呢我这节课呢想把我们的这个章节进行一次划分 因为这个始量这个算是我们地理信息的一个核心 所以呢我把这个章节单独又划分出来一章 叫做架构设计里面的叫什么呢叫始量模块 那么这个干什么用呢 这个里面我们是定义始量的格式 定义始量的格式接口以及始量的管理 那么这个单说呢这些都是概念上的啊 那我们做该怎么做呢 我们先定一套对外的一套接口 也就说外边想访问我们的始量 该用什么形式来访问 怎样提供接口给外部用 是这样一个过程 那我们先定义接口吧 那么接口我们在 这个 内核里面也就在我们这个引擎的这个动态库里面经提供 那么我们先看我们对外提供的一个API 在这个API里面我们现在呢提供的内容较少 那么现在呢我们就增加一个新的模块 叫始量模块 class 什么呢 始量我们一般叫Victor 始量 或者就叫Ship也可以啊 叫Victor吧 始量数据 那么始量数据里面一般的时候包含哪些要素呢 我们生命一个基类叫I-Future要素 始量里面包含了始量要素 那么始量要素又分哪些种呢 我们所说的始量要素就是指的点 线 面啊 这些信息 就是我们说的始量 这个要素信息 那这个呢 我们是一个基类 那么由此呢 我们可以派生出三个 I-Future Point 点要素 还有什么呢 线要素 Lan 加个S吧 Lan吧 点 线 还有什么呢 面要素 面就是Polygon 多倍形 那我们始量大概这么几种 然后我们就想定义 在我们的始量里面 我们就 A Victor 把这个拿下来吧 在这个里面 它应该是干什么呢 始量要素里面 应该管理很多个 要素 那我们把这个名字改一下 大家更容易理解 叫I-Future Manager 用I-Future Manager 来管理我们的 要素 不管你是 点要素 线要素 还是面要素 那么我们想管理里面 我们要提供哪些方法 那么这个管理呢 涉及到两个层面 因为我们在做这个 上一节课我们想加载 Shape文件的时候 我们发现 Shape文件里面 这个格式 其实呢 跟我们这个定义呢 很接近 但是这个定义呢 和那里不同的是什么呢 Shapefair里面 存储的是文件 那么文件里面 可以认为有多个 一个文件里面有多种 或者多个要素 可能点要素 线要素 面要素 但是有很多种 也有很多个 比如说我们的线要素 有100个 那么我们就可以这样认为 认为什么呢 认为我们打开一个Shape文件 就是一个FutureManager 那么这样可不可以呢 当然是可行的 这种方式可行的 那么还有一种方式 我们可以这样写 我们认为我们打开 我们认为我们打开的一个Shapefair 那么它呢 就叫一个图层 Shapefair就叫一个图层 那么这个图层里面 和我们说的这个 Shapefair就很接近 那么在ArkGIS里面 它也是这样定义的 那么当我们没打开一个 Shapefair文件 那么可以把它定义成一个图层 我们也这样来管理 在一个图层下面 可以管理多个 使量要素 那么我就可以怎么做呢 首先可以定义 使量要素的个数 GetFutureCount 每一种文件 它有多少个 使量要素 那么我们还需要提供访问的接口 对吧 提供一个访问 你既然一个图层 或者叫一个文件 管理了这么多 那么 怎样去获取它呢 最简单的方式 加一个管理 第一个 我们得到 使量要素的个数 第二个 给定一个索引 我们可以 得到这个使量要素 那么还有什么接口呢 当然 还有就是 我们可以把我们的使量 加到我们的 哪里去呢 这个图层上 对不对 当然 你也可以干什么呢 叫删除 或者叫移除 RemoveFuture 你也可以把 所有的全部删掉 RemoveFuture 还可以干什么呢 Remove的话 只是Remove 它并不删除实际内容 我们还可以干什么呢 删除 Design Design呢 我们建议就不放在这里了 放在这里呢 也无所谓 Future 那我们跟这个一样 得差一 All Future 这个使量管理 它具备的内容 添加 删除 那么还有一个是什么呢 查找 对吧 Fend 或者插询吧 Qualty 那么Qualty 参数是什么呢 我们可以给定 这个要素的名称 来进行查询 我们也可以给定 什么呢 一个范围 一个范围 查询在这个范围内的 所有的 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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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不行 当然是可行的 因为我们有这样一种操作 我给定一个精美图范围 我希望返回和当前 使用 相交的 也就是在这个范围内的 或者跟这个范围相交的 所有的 要素 那么可不可行呢 当然可行 那么关键是我们该怎样设计 这样一个接口呢 那我们可以这样 这个应该是返回的一个名称 这个呢就不是一个 应该是返回多个 那么给定的是一个范围 这个范围呢 我们认为是个精美图范围 是一个框选的盒子 我们用ABB 2D 2D的 它不包括空间 我们给2D的 返回值 是一个数组 我们定义一下 用一个Vector 来存储 所有的 食量 那么我们这里面需要包含 投文件 这里我们就引入了一些 比如说数学库 Vector Vector 标准模板 返回值 这样 我们先把这些接口做好 假设我们目前就定义这些 那么当然这个接口会根据我们的需要进行扩充 我非定先把所有的全做完 我们先按照我们需要的进行定义 然后再 干什么呢 根据需要 再去扩展 大概呢 我们现在定义的就是这样的 那么定义完之后 我们想一下 在这个里面 每一个食量里面 每一个要素里面 又是什么样的内容呢 那么这个呢 我们就可以按照 这个ShipFair的文件格式 因为它已经很标准了 里面内容呢 也很经典 这种组织方式来组织我们的要素 实际上我们的一个要素 包含了一系列的三维的或者叫地理信息相关的点 线 面 同时呢 它还有一个名称 还有一些属性 那么属性呢 我们这里可以暂时的 可以不考虑 暂时不考虑 等到我们在做这个 这个 这个 矢量绘制的时候 用后份夹做矢量图存控制的时候 再给大家介绍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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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面我们把 这个 这个 激烈的接口先定一下 那么在 Future里面 它的主要的内容是什么呢 点 是一系列的 点 什么呢 get point size count 都用count get point count 得到点的个数 就在这个 使用量里面有多少个点 那么还要提供个接口 获取点 因为我们在这个里面 有可能有三维的 也有可能不是三维的 所以我们 这里目前呢 用二维的吧 get point 给另一个 给另一个 返回 这个点信息 那么每一个要素 含有一个很重要的内容 我先把这个投文件啊 看一下 这个投文件 这样吧 这个里面用的 real 2 real 2呢 就应该在我们这里的啊 还应该有一个什么呢 每个矢量很重要的一个信息 就是它的包围核 矢量的包围核 那么作用是干什么呢 我们可以做相交测试要用的啊 看什么呢 矢量里面除了有点 个数据 当然还有这些 数据应该怎样分组 怎样去绘制 那么这个信息呢 我们把它叫做绘制组吧 或者叫做分组都可以 那么可以用 perimitive 没有这个类 我们增加一个class perimitive 这个是干什么呢 它用来描述 我们画一个例子 假设我现在有十个点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那么哪些点连成线会质 假设如果我想画一个 镂空的 那么可能我这样画 那么假设里面还有一个 我又可以把这两个连起来 那么 这样的话就形成了两次绘制 第一次是把外围连起来 第二次把内部连起来 对吧 那么这个premise set就来描述 从哪一个开始到哪一个结束 比如说从这开始到这个结束 不少个来画哪一些内容 这样一个过程 那么我们用什么呢 用start unint start 个数unint unt 这样来描述一组吧 用组可能也好一点 我们先就这样 group吧 future group 或者叫subfuture吧 子要素 那么在这个里面 subfuture 这个名字还是叫group好点啊 我比较纠结这个名字 那么这个组会有多少个呢 也会有多个 那么这里面我们一样的提高 获取组的 个数 当然大家现在听了 你肯定觉得是 这个 听不懂 感觉比较糊涂 但没关系 我们把接口定义完之后 再去实现 你就一目了然了 所以呢 建议大家在看这个视频课程的时候 因为里面涉及到很多这个专业的术语 也和这个图音学 在地理信息 术语特别多 那么我可能按照我的专业 来说这个词 你可能不懂 有可能不懂 理解不好 不好理解 那么怎么办呢 你先不着急 先往下看 看完之后 你就会恍然大悟 原来这个グループ 就是这么回事 好了 我们在这个激励里面 就定义这些内容 就定义好了 那么像点要素 线要素 还有面要素 它们不同的是什么呢 就是绘制的方式不一样 所以我这里什么不加 什么不加了 就先这样了 先这样以后呢 我们为了是先定义一个 比较大的一个框架 那么后面的细节呢 我们再填抄 这样的话 我们第一节约时间 第二呢 大家呢 也会很快的去看到一个效果 相当于是我们做了一个什么呢 做了一个迭代 这个迭代呢 就是指代码级的一个迭代 或者工程级的一个迭代 很快 第一课完 第二课 你马上就会有意识 要干什么 好了 那么时间呢 也差不多了 我们这节课呢 就先到这